这个叫什么 滑蛋 叉烧 饭 加点青菜 说实话 我一般有的选 我不会选这个 但是这个是我有的选 还选了这个 不好吃别的啥 是吧 就想吃点清淡一点的 哈 你像我在其他地方点的 那个什么菠菜呀 油麦菜呀 还有那个蒜蓉青菜 这个青菜 它轻是轻 它总是有油的 你知道吧 但是这种港式的 什么什么什么 叉烧饭里面 它没啥油 青菜就是青菜 很清爽 这就很舒服 点了个猪头肉 油油的 再点份青菜 还是油油的 怎么可以吗 哈 好东西们 给你们看一下大尺 好吧 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说实话 要油呢 也能油一下 但是 我等一下要上课了 所以没办法 换泳裤在外面油了 不知道会修到什么时候 修完之后 不知道还会不会 有这么好的天气 今天 我就点点别的去 今天是第137天了 然后 现在生的有时没有人 我太想下水游 以前有些双肚 练练腹肌 然后练完了之后 再下水 放手游一下吧 好吧 今天又吃了挺多东西 但是还是没撇大腿 而且很奇怪 肚子也 并不感觉 有很多东西在里面 等着我排出去 不知道去哪了 好像进入了 哆来梦的那个小口袋 不见了 OK 先练一练 好 好 嗯 嗯 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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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 不是故意想过来吃的 是他这个地方啊 说是这个11周年庆祝 然后呢 等一下我们可以去摇号 你先点 然后发个朋友圈 集到11个站去摇号 他有可能给你打折 9到1折 甚至免单 是吧 看你摇到几 就希望能够摇个 4 5 6折就可以够了 好不好 不要太多 我们居然从夏天吃到的东西 这个嫩 爽不爽 没错 没错我们已经摇完了 抽了个6.8折 还不错 还不错 心满意足 体重在稳不上身 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 我仍然没有撇大条 我仍然没有撇大条 I don't know why 出什么毛病了 吃什么吸收什么 今天我打算 肚子不饿 肚子不饿我就只吃一日三餐 加点苹果 然后就不饿就不吃东西了 然后逮到青菜就猛吃 我想别大条 好东西们 交代完了 明天是麻烦说的了 明天见 明天见